好 回來 所以 其實這裏沒有什麼報導性 但現在有影片也很好說 這裏有什麼圖頭 我説不會的 首先我們看了四次 四五次 其實 私家車有沒有碰到 電單車 若有若沒有 我就當作沒有 但當然 責任當然是存在這輛私家車上 因為就算沒有 它也很接近的嘛 那我當然會 縮一縮 縮一縮 扭一扭就說了 這是一個自然反應來的 你很難怪那兩個 南亞老友的 南亞兄弟 這傢伙 那個賓士 就打 左燈給他 那為什麼這麼心急呢 似乎是因為 他想直去的 但他走到他不熟悉 還是怎樣 他走那條線 右燈呢 就是轉右的 於是他就切過來 OK 心急了 心急了 但是老實說 心急過來也好 你也要看看夠不夠位才行的嘛 你沒得硬來的嘛 是吧 還是你根本看不到 電單車呢 好在 看下去似乎 這兩個南亞老友記 都沒有什麼 不大 傷患 可能 後面那個就 好像 腳 骨子 但是 都不是什麼 大不了的東西 其實都幾嚴重的 但是沒有生命危險 你說 你開著一輛車 你用什麼駛 你就慢啊 你這輛車 你如果你說不夠力 你這輛車的爆炸力不夠的 雜誌當然過不了頭的 那你就慢車 等下電單車過了才能及 你又怕 雙白線 那輛車 過不了 就照轉彎兜圈 那我就不用最差的心 有些人開車 你救你 你倆我咳 你會得到的嘛 覺得電單車會得到的嘛 其實真的很多 特別我星期六看到那些身體轉彎 太多這些 現在行錯路就繞一圈了 繞多十分鐘 就不需要強勁在那些 根本大家都不預期到 你會轉彎 是吧 突然養過來我當然是扭了 你說如果真的有人有事的話怎麼辦 你自己也不開心啦 不安樂啦 今天 西九龍裁判法院門外 竟然很熱鬧了 今早已經 星期二 為甚麼呢 星期四 就是47人按個宣判 根據報導 已經十幾間本地媒體 我相信也一定有海外媒體 真的會很關注 所以甚麼星島、東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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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都全部 是連城鋪 還有零一 全部是 擔擔凳子 擺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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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椅子上 他們把椅子和椅子 黏在自己所屬機構的名稱的紙張 這件事 老實說 在這個 進入夏天之際 現在真是春夏 現在這麼直靜的香港 我真的很想看他怎麼判 也要學習一下 他現在判有沒有罪呢 還沒有判刑的 老實說 也沒有罪 大家也大家心想說不可以 如果是我 便不要到我 我會做出人意表之舉 這個 就是 夠講三部曲的第一部曲 兩個部曲都不說 到現在是夠了 你還可以 打電話66982429 很容易都不難 第一部曲 我一定會令你們驚喜 但我相信沒有什麼 然後就是判刑 判刑是可以搞很久的 逐個報告看幾十人 但是我可以這樣想 如果有判罪 我不知道 認罪那些 認罪那些是否可以比較快判刑呢 理論上 為什麼呢 你說如果有些認罪 那些你做那時候就這樣說 做了判刑的話 就可能影響到不認罪他們 那個 盤問的情況 現在都 做完了 那是不是可以判罪呢 認罪那些 好了 今次會傳出 安達臣 其實是昨晚傳出的 之前我們講過的教練 似乎他說 喂 為什麼 我約到明年夏天就悶了 但是逐總 還沒有聯絡過他 然後呢 香港市民 特別是球迷就嘩然 不是說 屌你了 你這樣也不是 安達臣去聊天 然後大約是那個新聞出了之後的 一兩個星期 安達臣就說有人接觸他 如無意外 除非他給了很多錢 昨天傳出 他應該是即時 離開了 收拾了包袱 而今早 而今早 他們港隊的開操 竟然他也沒有份 只有助教 助教就說他會根據 教練的指示 繼續訓 他也沒有份 安達臣 這張約 是去到2025年6月的 因為還有一年 喂 這樣起床 即時起床 那是什麼事呢 現在逐總就說 明天下午就會開記者會交代 這個情況 那我就覺得很簡單的了 你問我 我看香港的足球這麼多年 總而言之 所有悉行都是香港逐總的了 你不用問的 是吧 不用問的 看明天怎麼繞 我猜 兩個原因 要是你找到別人的約都不完 不一定是錢來的 要是別人不肯和你續約 你提早要別人的 我覺得 大家聊天的話 他應該是有些 之前 因為現在安達臣 北京都交了兩年 兩三年 因為他有過疫情的時候 他對港隊 他的了解深了 他有些要求 你不肯讓我覺得是這樣的 然後呢 逐總 不應運 不應運之餘 可能甚至乎 顯露到 一些 你知道 商界不好口 令人不開心的事 那別人就不續約了 不續約 是你 要去職走 即是逐總 為什麼呢 安達臣 你打開對球 第一 你真的有合約在 我職走也要賠 是吧 他對球迷 對球員 你看他在閻銜之間 對香港的生活 他沒有問題的 他沒有問題的 那他為什麼要職走呢 他即時起床 看看捉總怎麼說 或者今天我想也有些 記者去滑 去滑 他捉了 他捉了 他這班有好心 有少少少年 遮自己下海 老實說 三世祖 搞得這麼糟糕 搞得香港足球 就算說三世祖 你怎麼面對你爺爺 你真的說鳳凰教育 他經常做CEO 又說任用CEO 即是怎樣 有十幾年 還未答報 現在又說什麼 什麼董事長 總幹事處理 即是閻銜以前的國際度 我們是不是有人應該 不過很難的 跟國際捉協 亞洲捉協那裏 你想想想踢走這個香港足足 不過他們可能更腐敗 是的 一樣的嘛 根本這個足球就是腐敗之刀 有時候沒有辦法 他們捏著 其實 這個世界上沒有 沒有尊美的 你真的可以成立另一個足球協會 或者一個足球社 不過他不斷承認你 不要說撒撒撒撒撒撒撒 不斷打壓你 你又沒有那麼多錢 搞不到球星 搞不到城 所以我們在一方面 那時候我們批評 王馬 阿仙奴 他們搞那個什麼 歐洲超級聯賽 第一方面 我看到歐洲足協那些做法 你又明白 那些球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你只是想想 現在這一年的歐聯 會不會搞亂了大龍 越踢越多 說來說去 你又去吧 今天李隆基和他亨利 王青霞案 在沙田法院再信 辯方庭上 就說 他跟控方進行認罪協商 不要搞那麼多事 到你不認罪協商 認罪協商 不要負責那麼重 因為還要跟 控方談判 要求押後 財管官說 控方又肯跟他 聊天 押後到6月19日 再信 期間繼續還 還有三個星期 要求押 李隆基當年去沙田法院 他又說沒有什麼心情 就沒有什麼講話 原來是這樣的 他今天那些三日本人發現 是否翻彈 我沒有留意 我只是發覺 總而言之他去探病 去法院 去法院探監 他永遠再不染法 永遠都會出來了 之前都會染眼眉 現在就直接 不是白眉英雄 好了 控方庭上表示 準備 聽取被告黃青霞的答辯 辯方就說 他 跟控方進行認罪協商 所以要求押後三個星期 36歲是黃青霞 36歲是39歲 被七項控罪 包括兩項違反逗留條件 一項為取得入境證 建議作出虛假陳述 一項使用虛假文書 一項管理虛假文書 一項向根據或執行入境 條例第二步 合法行使入境事務主任 作出虛假行述 虛假申述 以及 一項在香港入境 對其他 私家的逗留期限 樓體香港接受僱傭的工作 基本上 一罪都發七條例 搞你了 你即是拿來衰 其實黃青霞的答案 我沒有什麼興趣 包括可白那些 我沒有什麼興趣 老千 老千就隨時有 永遠都是 可憐人 亦都有可行之處 老千都是上輸入 香港也有的 老老實實說 不過 都是特別多的 沒有他那麼資首那麼高調 沒有他特別多 因為很典型 這些 其實我自己 上星期六 工作的時候 我們的老友記 很著名 香港十大車仔麵 到現在我都沒有去過 就去專業 神秘顧客突然會出現 吃夠了車仔麵 香港TOP ten 我路友 他反而跟我說了一個好消息 他覺得現在可以開舖 開舖的時候 為什麼呢 他是在一些報紙 報紙也有賣過 這個場 那麽香港是 特別的場 到現在 從2019年到現在 是沒有跌過的 只有全香港僅有的商場 旺到不得了 但是經營這個車仔麵當這麼多年 這麼多間 這麼多個鋪位 他面對這個問題 從來不是租金 有機會我找他上來談 你們這些 朋友是明白的 其實我發覺 有很多人喜歡回大陸也好 什麼都不重要 我講過的話題 就不要去合理化理回大陸的原因 就是因為香港是 為什麼呢 香港是的原因就是 老闆賺到盡 老實說 第一 不賺你做嗎 第二 你現在輸得很糟糕的人 大有其在 你那真容易賺錢 你想一下租金 可能不是做開生意的 好像虛假的數字 你想一下 一些不需要好旺的店舖 陰陽街 好像我們外面 之前那間點心 東哥後林 做了火鍋的 那些店舖我不知道 貴又不會多貴呢 這麼大間 大街大行 十多萬租 不要當多啦 我也不要說三五七十萬 我當是十五萬租 五千元一日租 你只是 你只是告訴我 燈牛火鍋 貨價的什麼都不要算 裝修什麼都不要算 攝殊的都不要算 一日租給五千元 他做多少錢生意 你未落過牆 你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 他們當年長年面對的是什麼呢 長年面對的是請不到人 這也不是什麼 新說話 而在這個途中 他跟我說了一件事 很古怪 他說 他說 喂 來親見公的那些人呢 有口音的那些人 每個人都會點 新香港人在你們口中的 說純正廣東話的那些人是麻煩的 老闆人 我下星期四五六 不行 我還要陪我走 惡名的 我也做過這些 但是 我相信這是個別啦 因為一樣有麻煩的 有口音和不麻煩的香港人 一樣有 為什麼他覺得現在反而是機會呢 他因為他 申請外勞 輸入勞工 那麼 過程不犯 過程不犯 廣告那些人和你燈賣 政府和你燈賣 但是其實計算 就不是很便宜的 因為 你需要給人工 你要給他一份 住宿的其中一份 加上其實可能給香港的那些人 是便宜十多個百分比 加上其他支出 津貼 但是為什麼他覺得可以開店呢 他說因為 那些人要下來三年 以他所知那些人通常要借錢 你知道大陸那些東西 借錢給中介之類 他起碼覺得那些三年是很穩定的 那些人要付租的 其實 我又想他有什麼吸引力呢 例如說一萬六七元 做過車仔麵當的幫手 他又要付一千多二千元來租屋 後來他跟我說原來是租什麼呢 據他的所知 可能是十個人一間房屋 一間房屋是兩萬元 很小而已 三四八吃而已 十個人的 不就沒有人二千 如果做食物就有兩餐 他說對 那些 外來勞工是有吸引力的 因為 那些人去大陸 連四五千元都未必能找到 就是那個經濟 所以他覺得現在反而是開店的時候 這些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跟我們的節目是冷知識的 周記的位置 周記是誰 油渣麵 周記又在那裡有的嗎 深水埗執屋 喔 周記油渣麵好不好吃 很多年了 深水埗執屋 他不會啦 老實說 你知道我剛才說的那個人在哪 去那個場子 真的贏了場 去那個場網上不得知 你還會冒險去其他地方開 你會想死人啊 你怎麼知道什麼環境 老實說 香港真是奇怪 為什麼會沒有人做呢 大家長時間都是這樣 現在年輕人又不肯亂做 香港人是有些錢的 你去到某個年紀 你也住那麼遠 譬如我住在新界的 你叫我出來 你給我一萬多萬元 我坐車都短到三千元 我又未必製 最主要的就是 真的有幾十萬人走了 你不能夠說那幾十萬人 全部都是 你總而言之就是走了 去到那些位置就可能有 其他香港人 吃到下去 這個服務性行業就少了 Anyway 我們繼續留港見港 我希望香港好 好 休息一會